安波篮球快训,CBA第三阶段常规赛周四晚上继续进行,届时浙江熊狮将会主赢南京大胜。 虽然两队目前胜率都为五成,但最近五战,浙江熊狮表现更好,而且是亦还拥有主场优势,浙江熊狮值得看高一线。 浙江熊狮第三阶段头六场常规赛交出三胜三负的战绩,尽管这样的表现难言理想,但其实,这三场胜利均来自主场,其中在恢复主客场制之后的首个主场,球队就击败了来势汹汹的强敌广东华南虎。 然后接下来的两个主场先后以20分以及29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北京紫禁勇士和天津先行者,由此可见球队主场战斗力十足。 这对此番主场作战的他们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优势。 从阵容结构来看,浙江熊狮阵中不乏有胡金秋、孙明辉以及朱俊龙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,他们在面对阵容较为年轻的南京大胜之时,关键时刻或能通过更丰富的经验帮助球队获胜。 除此之外,浙江熊狮不论是进攻效率第十一还是防守效率第十均属于CBA中有,整体攻防属性较为均衡,并无偏科问题。 此番主场出击,看好浙江熊狮能够顺利迎波。 南京大胜经济在CBA掀起了一波年轻旋风,在林薇和王岚亲两名年轻人的带领下,球队从昔日的倒数于南瑶身一变,成为了季后赛席位的有力竞争者。 除了上述二人之外,赵博青在内线亦有稳定的发挥,同时两名外援陆亚古尔和昆廷·彼达晨均在进攻端有助良好表现。 这也是南京大胜每100回合能够得到110.8分的最主要原因,这样的进攻效率高居CBA第五。 虽然球队进攻端表现亮眼,但他们防守端似乎需要多加注意。 球队每100回合失112分的防守效率不过是CBA第16的水平,只有四队比他们差。 考虑到近年交手浙江熊师均以输波居多,而且对方第三阶段主场赛是全胜,南京大胜此行凶多吉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